中国现有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还在码头西装 但网上已经有消息称 后续设计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已经出现 将拥有更强的火力投送 076型还是美国媒体先曝光出来的 但经过中传工业招标公告 就实锤了076型的传闻绝非空学来风 国内军迷无不热血沸腾 我们这些网友和西方媒体才把075舰看顺眼了 结果告诉我们还有更大两栖舰又将出现 中国速度太快了 据有关资料得知 076型两栖攻击舰大约多位在3到4万吨 柴燃联合动力保留两栖登陆乌舱 与075不同之处在于全电推动 安装电磁弹射 可起降固定翼大型无人机及隐形短距起降舰载机 如歼三腰等 这就是说 075型除具备大型航母战机起降功能外 还会具备战车及步兵登陆功能 这大大加强了军队登陆作战能力 与有人舰载机不同 无人机即便是大型的重量也非常的轻 而且滑跑距离也可以非常短 所以即便是常规航母 甚至是两栖攻击舰都可以轻松起降无人机 虽然076使用的30吨级险内升降机能够满足托举歼15 歼16这样的舰载战斗机 但是更合理的选择还是无人机 最好的无人攻击机成本也就是五值的五分之一 但是无人机不怕牺牲这是最大的优势 综合下来 养一架五值的钱最低能养十架无人机 还得是很好的大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五值能干的活 现在无人机全能干 076搭载无人攻击机 其任务定位与F35B、AV8B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相似 能够为登陆部队提供远超武装直升机的对立打击能力和支援能力 与075使用的舰载型直10相比 衍生攻击无人机不仅可以凭借衍生优势和弹药挂载能力 清除敌方防守严密的高价值目标 而且也能够通过更强的合载航程能力 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及时的支援能力 攻击无人机加武装直升机的组合 使得076具备更强的两栖作战能力 这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登岛作战有着重大意义 076不仅注重当前跨海登岛作战 而且还考虑到了未来在印度洋、中东乃至更远地区的部署使用 搭载无人机甚至少量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076型两攻未来 也能像搭载F35B的美国级、黄蜂级一样 在中低威胁情况下加强我国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和威慑 在更远的地方维护国家利益 当然正处在设计研制阶段的076型两攻离服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76搭载无人机也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但是076的出现表明我国军工系统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拿出独特的解决方案 这种发展速度更值得西方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